我们现在看到的视频是普京早年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 当记者问普京你会不会原谅别人时 普京回答道会的 但紧接着他思考了片刻又加了一句话 不是所有事情我都能原谅 主持人就问他什么事情你不会原谅 普京说道背叛 背叛普京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瓦格纳集团的领导人普里格金 在今年6月23日至6月24日 普里格金发动了一日兵变 瓦格纳调转枪口从乌克兰向俄罗斯进军 进入俄罗斯南方军区司令部罗斯托夫 之后瓦格纳大部队北上向首都莫斯科进军 然而一日兵变在6月24日结束 普里格金和普京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斡旋下达成协议 兵变结束 瓦格纳之后将进入白俄罗斯 普里格金发动一日兵变 这兵变不彻底 你就不如不兵变 历史上兵变到一半就放弃的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你的兵变对象难道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吗 普里格金只要活着存在一天 普京晚上睡觉都不安稳 你去年兵变了 今年还会不会再兵变 从这个角度来说 普京刺杀普里格金的动机已经十分明显了 果然不出所料 在8月23日 普里格金乘坐飞机从圣彼得堡赶往莫斯科 在两地之间的特威尔州的上空 被俄罗斯军队发射的防空导弹击落 无一人生还 飞机上总共10人 除了三名机组成员之外 其他7人全部都是瓦格纳的高层 其中就包括瓦格纳的二号人物乌特金 乌特金曾经是俄罗斯格鲁乌军事情报特种部队的退伍军人 也是瓦格纳的联合创办人和指挥官 他一直是普里格金最信任的人之一 在一日兵变当中 普里格金当时坐镇大后方罗斯托夫 而乌特金就率领瓦格纳的主力部队 向莫斯科进军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视频 因为这个事故发生在白天 当地有不少俄罗斯民众就拍到了飞机失事的画面 可以看到在空中 一架巨大的客机冒着烟 向地面急匆匆的坠落下来 视频中飞机机体已经失去了平衡 坠落到地面时生起滚滚浓烟 几乎可以判定无人生还 从这个视频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飞机十有八九是被防空导弹击落的 首先飞机如果在空中出现事故 最常见的那是发动机事故 发动机的故障 飞机会失去动力 但整个机体结构依然还在 飞机依然能够向前滑行 它绝对不会垂直坠落 我们可以看到在视频中 飞机已经没有任何向前的动力 这就说明飞机已经受到了结构性的损坏 同时视频中的飞机完全失去了平衡 甚至出现了翻滚这样的状态存在 很明显整个机体结构被导弹 或者是炸弹所破坏了 根据俄罗斯自媒体传出来的消息 飞机在坠落前曾经发射过两次巨大的爆炸声 很有可能是俄罗斯出动防空武器S300 或者是S400对该飞机发射两枚导弹 确保一定要命中 俄罗斯的导弹打别人是不准 但打自己人那是十分精准的 当然了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这架飞机上预先安置了定时炸弹 就和当年913林彪出逃蒙古时是类似的 当年林彪的飞机失事也绝对不是飞机的机械故障 当时的中国并没有那么先进的防空导弹 用来击落飞机 所以是在飞机上预先设置了炸弹 导致整个飞机在空中爆炸解体 不过从目前透露出来的各个消息来看 俄罗斯军队发射导弹击毁飞机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其实不管哪一种可能 普利格金他一定是被普京暗杀的 这一点几乎没有任何悬念 普京下手非常狠 他杀的不只是普利格金一个人 整个巴格纳的高层全被普京给一锅端了 都在那架飞机上 很多朋友会说 你向军队的长官和副长官一同驾驶飞机出行 这在军事上是兵家大计 瓦格纳到底是怎么走到了这一步的呢 其实在整个八月份 普利格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非洲 因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 中非国家尼日尔发生军事政变 其实就和瓦格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普利格金在八月初的时候 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自己身在非洲的视频 可以看得出来 在那段时间 普利格金和瓦格纳的整个高层 都在非洲进行布局 有俄罗斯记者表示 瓦格纳高层和普利格金 是今天才从非洲飞回俄罗斯的 很有可能是莫斯科要求召开一个 什么紧急会议 召集瓦格纳高层回国 你想想啊 你从非洲回来十万八千里 又这么紧急 大家只能坐一架飞机 这也就不奇怪了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 刺杀普利格金 是俄罗斯高层精心策划的 就是要在这样一个时间点 把瓦格纳的高层 全部集中到一架飞机上 将他们一网打尽 击落 不留 后患 自普利格金一日兵变一开始 其实就奠定了今天这种结局 在普京面前 不要说你兵变了 你就是有兵变的念头 普京都会对你不客气 我们以另外一位俄罗斯大将 空天军总司令苏洛维金为例 近日 苏洛维金已经被解除 空天军总司令的职务 而过去两个月以来 都没有苏洛维金的任何正式消息 苏洛维金很有可能正在接受调查 甚至已经被软禁起来 苏洛维金虽然是 他是事先知道兵变计划 但本身并没有参与兵变 甚至在兵变当天发表视频 呼吁瓦格纳放下武器 不要向莫斯科进攻 普京这次拿瓦格纳高层开刀 着实是出了自己心中的一口气 但从政治上来说 在这个时间点动手 实在是下下之策 首先 曾经替瓦格纳效力的 大概还有两万多名战士 你现在把他们的首领和高层全杀了 这不是逼其他的人造反吗 普京可能觉得在过去的两个月时间 他已经能够成功瓦解瓦格纳的力量 他对局势有一定的掌控 特别是在缺少了普利格金和乌特金之后 剩下的瓦格纳大部队可能如一盘散沙 剩下的这些瓦格纳可能无法撼动俄罗斯的政权 但很有可能对乌克兰战场局势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就在普利格金出事的当天 身在白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发布一则视频 表示 等着我们吧 我们已经开始了 至于他们开始了指的是什么意思 不用多说 巴城市开始反对普京的战斗 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普京面对两大难题 一个就是瓦格纳的反叛 剩下的瓦格纳部队一定会反叛 反叛的规模到什么程度 现在还不好说 普京要做的第二个事情就是肃反 普利格金在整个俄罗斯军队中 有相当多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别人就不说了 连空天军总司令 大将苏洛维金都是瓦格纳的支持者 从空将军到空军 空天军 很多人都是支持瓦格纳和普利格金的 特别是在过去一年的乌克兰战争中 俄罗斯的媒体将普利格金打造成为一个爱国者 一个强有力的战士 瓦格纳攻下了巴赫木特 可以说是战功标柄 不仅在俄罗斯军队中 在很多俄罗斯民众中 都是有一定声望的 现在倒好 普京把普利格金给杀了 那么那些支持瓦格纳的人 心里是怎么想的 他们还愿意在前线打仗吗 肯定不愿意了 我今天在替普京打仗 万一哪一天 普京清算把我给杀了 这怎么办啊 所以这就会带来一个很显著的后果 就是前线俄罗斯军队 军心将面临瓦解 目前面对乌克兰的反攻 俄罗斯军队的士气在一点一点的下降 那这次事件有可能是压在骆驼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乌克兰过去两个月的攻势 因为受阻于俄罗斯防线的严密布置 特别是地雷阵的影响 进展缓慢 但慢慢乌克兰已经拿下罗伯纪孽这个村庄 并找到其他几个突破点 在乌克兰外部压力和俄罗斯内部肃反压力的影响之下 到了一个时间点 前线的俄罗斯士兵的士气一定会崩溃 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常见的手段叫做秋后算账 对于普京而言 清算瓦格纳高层的最佳时机是在乌克兰战争结束之后 然而现在普京已经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在乌克兰战场最娇弱的时候 普京选择对瓦格纳高层下手 这一定会带来战场上巨大的影响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普京他并不认为乌克兰战争能在短时间内结束 也不认为俄罗斯最终会赢得乌克兰战争 所以对他来说 要想等到战争之后再清算瓦格纳 他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 与其这样就不如现在动手解决普利格金 瓦格纳一日不除 普利格金一日不死 普京晚上可能都没有办法睡一个安稳觉 不过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事与愿违 现在普京就算清除掉了普利格金 晚上恐怕也是睡不了安稳觉了 我是子定 我们下集节目再会